ona 青春 歡迎收看二分制蕉 歡迎來到女人者殿堂 那麼多加 對 老梁 他們真的很愛演 對啊 老梁 你去過香港那麼多次 你有沒有花過什麼冤枉錢 拜託 我這個人這麼精打細算對不對 一百塊當一萬塊在用的 我怎麼可能花什麼冤枉錢 可是你上次 不是說 帶Stacy出國就是花冤枉錢嗎 你講這一點我怎麼沒想到 不是 說對 沒有 誰這樣講 胡說八道 你啊 帶她去才是花真正該花的錢 有沒有可能花冤枉錢 所以你沒花過冤枉錢 不是 可是因為有時候出國 在外難免當地有一些習俗跟文化 是我們不知道的 難免會花到有點冤枉錢 或者是想說 去吃這個或去玩這個 應該沒那麼貴吧 沒想到去真的很貴 例如說有些去 有些國家用餐的時候 那些餐具都還要另外付錢 真的 這都還不曉得 餐具 餐具要啊 有時候你跟她要個餐巾紙也要錢 那邊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她很多 喝水 就是說你以為台灣喝 她給你一杯水不用錢 去那邊要錢的 是啊 所以很多各國的習慣 我們收錢方式 我們不曉得 反而我們會覺得 我們是不是無話 今天要好好聊一下 讓大家注意一下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歡迎 好傻好天真 出國莫名其妙 專花冤枉錢 我們的台灣可代表 歡迎 當然你們國家好習慣 為什麼什麼都要錢呢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歡迎 謝謝 出國旅遊 蜘蛛蜜角 一分一毫 都要用的有價值 花在刀口上 今天就來打破你既有的認知 教你出國 如何不用花到 不必要的冤枉錢 為什麼有些地方 真的是有打破我們的認知耶 原來這些東西 在國外 在這些國家是 都不是免費 是要花錢的 我真的覺得澳門很奇怪 澳門 澳門 電話沒打通 照樣算錢 我女朋友 用那個 方便的就是電話 打國際電話 但是我沒有接到 我沒有接到 結果我 Check out的時候 七千塊 動畫費 七千塊 台幣 對 他應該是有寄你的語音信箱 應該是 他還有留言啦 對 就是有留言 對 語音信箱 那七千塊是誰付的 我啊 不然咧 那就好了 誰叫你不接電話 可是應該那個 那個算兩邊都有耶 因為你的手機 你是國際漫遊 你要付七千 那他打 地區電話也要錢 而且大家 因為飯店很貴啊 飯店打出去超貴的 對 而且大家要注意喔 接比打貴喔 對 我們以為是打比接貴嘛 對不對 接起來比較貴喔 所以澳門這邊的業務 你也有在管對不對 有 我也在付 而且我跟你講 有的時候 因為我真的有打電話 到中叉電信 跟他溝通這件事情 就是說 比如說我在飯店房間裡面 是有Wi-Fi 免費的Wi-Fi 我就用Wi-Fi 那可能我開了很多網頁這樣子 可是呢 你在飯店開Wi-Fi的時候 你記得要把那個手機的 那個漫遊的部分 漫遊關掉 關掉 不然的話 是的 例如說 他是這樣跟我講 所以說有用什麼 因為我 比如說三天兩夜嘛 那我第二天的中午 一定是在房間裡面 還沒有出門 因為第二天中午不用退房 第三天才要退房 因為我想說睡晚一點 對不對 那我就在飯店裡面 用那個免費的Wi-Fi 看什麼網站 要看 結果 突然就是 大概中午的時候 本來都是00000 他有打那個明細給我看 000 突然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你沒用免費Wi-Fi的時候 你要把那個漫遊關掉 不然的話他還是一直會跑 對 大家要注意喔 大家要注意 我就是這樣 花了400多塊的冤枉錢 才400多塊 才400塊 人家都7000塊了 對啊 7000塊 但是他女友去循環啊 關我什麼事 其實 美國也很多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 比如說 周 像這個 跟我念一遍 漢堡不加起司 要加錢 Wi 我不要還要加錢 他去德州旅行 然後剛好 他是不能吃奶類的東西 然後他點的時候 他就想說 那我想要點這個漢堡 點這個漢堡之後 吃吃吃吃的很開心 然後他大概算好了 那個服務費什麼 都是8塊美金 結果去結賬的時候 發現是10塊美金 他說為什麼 這兩塊從哪裡來 他說 你漢堡是特製弄的啊 因為他是跟他們說 我不要起司 你特製弄的要再加錢 拿掉 這什麼黑點 因為他要多一個工啊 可是我少一片起司 你少一個成本啊 這我第一次聽到耶 這第一次聽到耶 是不是 很誇張是不是 可能他漢堡已經做好 放在那邊100個 他只要拿下來這樣熱一下 所以你如果需要拿掉 他要拿下來 然後拿出來 再蓋起來 然後再拿 就多了幾個動作 這是我聽過 你講過最有道理的一次 可是他怎麼會先 他弄好呢 漢堡肉不是要現煎嗎 不知道啊 不是基本的工序啦 然後我朋友在紐約也遇到一個 也很誇張的 他說他點那個威士忌 然後你知道有威士忌 on ice對不對 對 加冰塊嗎 對 他說 那個店我問他說 你要威士忌對不對 他說對 他說我要威士忌 on ice on rocks 他說哦 好 結果結帳的時候也是多兩塊 因為冰塊 因為冰塊 對啊 誰叫你喝冰 我的故事跟水也有關係 就是水 我們有一次去拉斯維加斯 我跟七個朋友 我們八個人進一個餐廳 然後我們就坐下來 然後我們就說 可以幫我們倒水嗎 幫你倒水要付錢 對 我們就說我們倒水 我們就跟他說要水 他就來了 他就來倒水 也沒有講 就八個人都倒水 然後我們那天晚上 我們有喝酒 我們有喝啤酒 紅酒也有水 他就一直倒水 然後我們在結帳的時候 我們就算 因為我們去一家 滿高級的牛排館 然後其實帳單已經很貴了 我們八個人都150塊一個人 可是我們看到最後面一看 他有一個 他就寫水 然後我就說這是什麼 他說這是水費 所以那時候我馬上的反應就是 你是不是給我開 很貴的礦泉水 對 那個有 OK 合理 你一直不知道 他說不 這是一般的 高水 就是有點像 有時候在中餐廳有茶 茶的這個錢 茶費 對 茶費 在國外他就是有這個水 那也是我第一次聽到 真的有 有的時候你進去 他就問說 你是要喝茶還是喝水 我想說外面那麼熱 不要喝茶了 喝水好不好 好 你要水是吧 OK 他就倒水了 他有這樣 你要水是不是 你要水是吧 來了也是 那一罐水 好像一罐兩三百塊 他說這個是什麼水 要兩三百塊 他拿給我看是玻璃瓶的 不是說我們像便利商店 買那種寶特瓶 那是玻璃瓶的 上面寫一些英文看不懂 然後呢 應該就是寫AVL吧 沒有 我不知道 然後那一罐就要兩三百塊 有 給你們喝 我只是想要一杯白開水而已 那個英文應該是寫 潘那水 因為我覺得如果是礦泉水 或者是瓶裝的 那還合理 因為它是一個 它買的一個產品 對 然後它給我們 但是這個是很清楚 對 可是那個只是倒水的一個服務費 我沒聽過 我去LA的餐廳 然後吃飯的時候 因為它會幫我們倒水 但那個水好像是不用錢的 它就會倒 然後但是因為我跟它說我不要那個水 我說 因為我要吃藥 所以我就跟它點了一杯溫水 最後結帳的時候 我就看見 因為我們有大概 我們大家就是大家評分 所以會看一下大家點的餐點 然後自己的費用在哪 結果就看見有多出一個 費用是水的費用 對啊 就是我的那一杯水 溫水的費用 妳好奇怪 然後我的那一杯溫水 居然跟我朋友點的可樂一樣貴 好像是幾倍 三美還是兩美 三塊錢 四塊錢 對 這個水要到後面煮耶 我們那邊沒有溫水啊 所以你們太奇怪了吧 講到這個 剛剛還有講到茶費嗎 這次去香港也是啊 你知道我們去一個茶餐廳 茶費很誇張的有時候 我們去茶餐廳 大人喝茶就算了 一個人可能 要個16塊港幣喔 一杯茶 然後我們去茶餐廳嘛 那我們進去我們都會 大人都會點茶 可是我朋友就帶了一個 四個月 四個月的Baby喔 他在自己的推車上 也沒有站到他的位置 然後就在後面等我們大人吃完之後 後來帳單一來 小孩子四個月 他跟他收茶費 想說小孩到底喝了咖啡茶 還有另一個就是 多端一個盤子也要加錢 這個美國人真的很難相處耶 很可愛 收服務費耶 沒有 這個有原因的 你先講 maybe我猜一猜 我們就是朋友 大家一起點了一個烤雞 但因為烤雞 我們自己分會很難分 所以我們就跟他講說 那可不可以幫我們分成兩份 再給我們 然後他就說好 他就端進去 結果分出兩份的時候 他就端了兩個盤子 兩份 然後因為那烤雞都會附一些什麼 蔬菜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另一份 他就是兩份好好的 都有蔬菜 都有烤雞 我們想說怎麼這麼好 因為感覺蔬菜 好像還變多了一點點 結果後面收錢的時候 一看那個帳單 他那烤雞的費用變成兩份 兩個費用 兩個 完全雙倍 可是是同一隻耶 沒有 同一隻 但是他有多蔬菜 他好像多了差不多一半的 就原本的價錢再多 價錢的一半 哇塞 對 然後想說 我只是請你幫忙幫我切開而已 那如果這樣 我直接跟你要一個盤子 我自己切就好啦 不是 我想請問一件事情喔 就是說 這一些規則 你們 美國人都知道嗎 對啊 還是說 如果我把你切開 我也要付費呢 這個可能是比較特殊一點的 我覺得也是這幾年開始變了 我覺得這幾年開始變 因為餐廳現在 現在很多餐廳 它下面那個菜單上 寫得很少的字就是 沒有分享 或者是 你分的話 它就說 分享要 比如說五塊錢 它會有分享費 因為它希望你自己個人點 因為現在很多 不要說女生啦 有些人就是 一進去 我們就兩個人點一餐 然後我們就分 那他說不定坐在那邊 大家分一個十塊錢的餐 兩個人才分五塊錢 所以現在它分享的話 比如說就是三塊錢 你要分享 像你說有可能有些小小的東西 就是要看 像之前我有去參加一個旅行社 然後跟一群朋友 我們去虧貝課 那我們有主動換房 然後他們還要收錢 什麼意思主動換房 那所以 就是我們 我們直接 沒有 因為其實你去之前 他們都會警告你說 你去這個地方 你要確保你房間裡面 沒有任何的瑕疵 比方說你的桌子 沒有什麼刮傷 或是牆壁 或是那些桌上的一些東西 沒什麼問題這樣子 那反正我們有發現 對 我們的桌子有一些掛傷 那我們就去跟他們講 那我們就是以免被罰錢 我們需要換房間 那結果他們就說 好 那我們就幫你換啊 那到最後 他們還是叫我們多付錢 那你不信就說 你的出桌有瑕疵 反正你就有個紀錄就好 我不換房間 對啊 對 我們本來也這麼覺得 那就是因為他們有提供 這個解決的方款 我們就覺得 好 應該 後來他收你多少錢 好像是大概五十塊的價幣 那滿多的耶 對 那很多耶 對 然後都是 我們都已經在那邊是過跨年 所以大家都玩得很High 然後最後一天 我們要坐我們的拔式回去 大家都很累 然後到最後 他們不給我們離開 除非我們付 這個五十塊 假幣 所以就是根本沒什麼選出 他們最後一天才跟你講 他當下換房間的時候 不會跟你講說 我們這個要加錢 不會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被欺負 對 這有點像被欺負的 比較多年輕人 然後比較不懂事 然後你怕 對 我們就說好 那我們就付吧 我是因為飯店 打燒房間 還要加價 蛤 真的是不是 很誇張 那不是很誇張 不是 你是住什麼樣的飯店 我現在在巴西 一個外國的朋友去巴西跟我玩 然後他跟我說 我一樣 我看到網路說 你立這裡有一個小城市 那邊很漂亮 然後從來很不錯 我說好吧 我們去走走看 然後開車開車過去 再發現整個地方真的很小 然後附近只有一個旅館 是有位置給我們住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 發現哇 還不錯 乾乾淨淨的 然後在那邊住了差不多 七天六月 每天過得好開心喔 那個地方真的很漂亮 海邊還不錯 可是回來 我們要check out的時候 結帳 為什麼看到那個加錢 跟原本燙的加了一倍 那個老闆娘就直接拍一陣子 給我們看 喔 因為這邊是寫 你們如果把那個room service 刮在門口 就代表要加錢 所以我們不知道 那個room service 就不要掛到牌子 你寫在他門上啊 不是 沒有 我們以為這個服務是免費的啊 所以我們就每天出門 就把那個東西掛在那裡 他會給你兩個掛的 一個是請募打擾 對 一個是我需要打掃 對 對啊 這個正常的啊 所以我們每天就是掛那個 需要打掃 然後他就是把每一天打掃的那個 就是加了服務 因為你會認為 你會認為這個是飯店的一個服務 是嗎 是啊 應該是啊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說這個有點太誇張 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問題 而且我是把戲人 我說你在欺負我外國的朋友嗎 他說沒有啊 你去其他的旅館問啊 因為哪個地方太小了 因為沒有旅館啊 他們都已經這樣好了 只要你是打掃的服務 就是要加費 不然你自己打掃就好了 然後你能跟他們想說